以斯蘭國點名 80個反伊斯蘭國的國家 其中出現中華民國國旗 行政院表示加強各項反恐措施 俄羅斯戰機遭到土耳其擊落 俄國宣稱背後被人統一刀 兩個關係陷入緊張 國民黨朱璇佩今天登記參選 不過副手王如玄的爭議持續延燒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今天說 台灣投資環境有兩大引流 一個是缺電 另外一個是環團抗議 歡迎收看今天11月25號的 公視晚間新聞 伊斯蘭國今天發布了最新影片 其中提到了江漢80個反伊斯蘭國的國家 進行抗戰 而且畫面上還出現了中華民國的國旗 馬總統今天表示 已經請了國安單位採取必要措施 希望國人不要太過驚慌 而行政院 而行政院今天也以罪速箭送達公文給相關部會 要求加強各項的反恐措施 伊斯蘭國發布最新影片名為沒有停歇 影片提到要對反伊斯蘭國的八十個國家成員們抗戰 畫面中竟然還出現中華民國國旗 影片最後還嗆聲說放馬過來 對此馬英九總統上午呼籲國人不要驚慌 出國旅遊要提高警覺 行政院和國安單位也會做好防護措施 針對國防國境安全業務行政院也火速向國防部海巡署 內政部下達指令強調要加強恐攻情字通報 並強化國境安全查核以及相關應變措施 內政部長陳薇仁上午也在立法院備詢時表示 會加強國境管制 此外桃園機場也已經開始 開始加強維安新增嗅覺式爆裂物偵測儀 X光輸送帶指派工作人員監看 並使用金屬探測器來檢查旅客隨身物品 桃園機場霹雷小組也鶴槍實彈加強巡邏密度 拉高維安警戒層級 記者綜合報導 春秋面臨到了恐怖攻擊的威脅 那麼台灣如果遭遇到了恐怖攻擊 有能力抵擋嗎 今天有國內學者指出 除了事先的防堵跟預防之外 其實台灣的反恐部隊戰力精良 不輸給外國的特種部隊 不過就是缺少了實戰經驗 所以一旦遇到了突發狀況 指揮調度系統將會面臨考驗 持刀歹徒一腳就被踢倒在地 維安特勤隊模擬攻堅行動 兩三下制服歹徒 即使遭遇海上威脅事件 也有海上的反恐部隊 隸屬海巡署的特勤隊 機動力與戰力都相當精良 其實國內共有六支反恐部隊 包括警政署維安特勤隊 隸屬國防部的憲兵指揮部特勤隊 俗稱葉英 和海陸特勤隊俗稱黑衣部隊 以及充滿神秘色彩的陸軍航特部特勤隊 而負責海上反恐的 則是海巡署的陽巡與暗巡特勤隊 國內反恐實戰經驗實在不多 因此面對伊斯蘭國IS的威脅 學者認為應該嚴肅來面對 但民眾無需恐慌 我們要關心這個事情 而且老百姓都可以去關心這個事情 但是倒不用去擔心 因為畢竟它不是那麼的明確 它一定是把所有的國際 都把它排列出來 或許它是以美國為主 去思考美國的盟國 那台灣當然就可能會被擺上去 台灣照IS點名成了反伊斯蘭國的成員國 引發各界討論 經過檢視雖然反恐戰力不低 但勤手與實戰經驗有待加強 政府還是得拴緊發條來面對反恐行動 記者黃立委張子佳 台北報導 明年總統大選國民黨的朱璇佩 今天正式到了中選會登記參選 不過副手王如玄的爭議持續延燒 今天又被自家人國民黨立委羅蜀磊揭露 王如玄在老委會主委的任內 曾經到苗栗買農地 不過在農社爭議爆發之後 為了脫手 他要求原地主加價買回 但是今天王如玄沒有回應 只公布書面的財產申報資料 無怨而同穿著藍色襯衫 國民黨政府總統參選朱立倫和王如玄 共同到中選會登記參選 朱立倫不忘提醒王如玄對鏡頭揮揮手 朱璇佩成軍以來 王如玄深陷買賣軍宅套利和低價入住官社風波 現在又被自家人國民黨立委羅蜀磊揭露 王如玄在老委會主委任內 曾經跟家人在苗栗南莊買農地 要跟作家試鏡妻當鄰居 在爆發農社爭議後 為了要脫捨 既然把整地費用 C席通通算進去 要求原地主加價買回 為了表示公開透明 那麼我待會就會把我們這次參選的 整個財產的申報的資料 提供給大家 那麼接受各界的檢驗 王如玄閃躲問題指發了20張A4紙交代財產申報 總計有2859萬的存款 4筆土地和3筆建物 之後快閃離開 敏感的農地問題 全交由發言人回應 地主有所謂爛砍爛罰的現象 因此就會影響到下游的安全 因此他們就把這個地回收給原來的地主 那這個費用的部分就是原來買進的價格 加上他們原本在這個山坡地裡面 去做水土保持的價錢 所以沒有特別的獲利的一個狀況 朱立倫也替王如玄緩夾批評對手 操作負面選舉 負面選舉的方式 想盡一件辦法來干擾選舉 這對臺灣民主真的是個傷害 我覺得我們應該回到正面的選舉 就政策的辯論 而朱立倫也遭到平面媒體揭露 為了安插換住工程戰區 分別在9月和10月間 從黨產波9000萬成立三個基金會 被指引可能涉及脫產以及為親信安排後路 面對追問朱立倫不願多做回應 而官場工人如影隨行抗議 也讓朱璇佩在抗議宣中完成登記 記者林信謝啟文台北報導 大選進入倒數一個半月 民進黨今天舉行了反會選記者會 不但設立了檢舉的會選專線 還編列了一千萬元的檢舉獎金 希望透過高額獎金號召全民一起來反會選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 星期三唯一一個公開行程 就是以民進黨主席身份 主持民進黨中場會 會前蔡英文被問到 是否會擔心會選影響選情 蔡英文沒說話只有點頭回應 事實上民進黨星期三上午 特別舉行反會選記者會 公佈檢舉會選專線 並編列一千萬元檢舉獎金 就是希望民眾能夠勇敢檢舉 會選行為 另外針對反恐議題 蔡英文也在民進黨中場會上表示 台灣身為國際一份子 基於區域安全會參與全球人道救援工作 蔡英文提醒政府應就反恐工作 提出有效方法 嚴密監控可能的威脅 台灣是國際社會的一份子 對於只要對和平有幫助的事情 其實我們都應該要盡一份心力 也呼籲我們的政府單位 應該要做好一些因應的措施跟準備 民進黨這場中場會特別安排 民進黨下屆部分區立委排名第一 也是食品安全專家的 台大職業工業衛生研究所教授吳坤玉 以國際食安趨勢為題 進行專案報告 要展現民進黨維護 食品安全的決心 民進黨除了喊出反會選 也積極地提出各項政策 希望爭取選民支持 記者張雄 陳立峰 陳保羅 台北報導 總統大選開放登記 那麼親民黨總統參選人 宋楚瑜在昨天拔得頭首 成為第一組的登記參選人 不過宋楚瑜所繳交的財產申報資料 跟上一屆總統大選的時候相比 只剩下1600多萬元 財產是大幅縮水 親民黨總統參選人 宋楚瑜和副手徐欣盈 24號上午拔得頭籌 成為2016總統大選的第一組登記參選人 但這一回 宋楚瑜的財產申報資料 名下只有存款1600多萬元 和上一屆總統大選時的 上億元資產相比 財產大縮水 不好意思再講 親民黨欠我錢 我沒有把這些 所謂的債權去列進去 宋楚瑜表示 不會標榜自己是兩袖清風參選 但也認為這一次的送贏配組合 共同理想就是擔任弱勢族群代言人 至於兩黨的立委不分區名單 和政黨票該怎麼投 是不是瞧不攏 宋楚瑜回應 他們自己人都不擔心了 外界又何必煩惱 你不管投給民國黨也好 投給親民黨也好 只要形成一個關鍵性的力量 不要讓國民黨跟民進黨 在那裡把持立法 而不管深斗小民 目標是讓國民兩黨 在國會席次不過半 宋楚瑜強調 目前港湖區的立委參選人已經整合 其他地方也會持續的磨合溝通 大家拭目以待 記者曹雲晴 為台北報導 台中市的立委選舉 八個選區 目前呈現是五五坡 而民進黨頂著主席頂著 蔡英文的高人氣光環 還有去年九合一大勝的氣勢 希望能夠翻轉局面 讓台中市的立委其次也能過半 而在國民黨方面呢 雖然換柱之後 朱立倫呢止住了碟士 不過還是沒有看到母雞帶小雞的效應 所以要如何保住現有的席次 各參選人都戰戰兢兢 不是民進黨員 卻獲得民進黨大力支持 不但台中市長林佳龍出任競選總部主委 連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也來站台 輔選 代表時代力量出征的洪池庸 經過在野協商 將在台中市第三選區 立拼國民黨的現任立委楊琼英 要挑戰現任立委的 還有謝志忠 陳世凱 張廖萬堅 這三位民進黨現任台中市議員 基層議員出身來挑戰立委的話 他的優勢也在於說 因為經常性的跟基層互動 然後很容易聽到民意 很容易很快速的解決 民意上的一些地方建設的 基層建設的需求 五五波的形勢不管從上市到現在 我想整個大環境其實對民進黨相當有利 那如果說我們能夠繼續維持個人的風格 然後基層的這種紮根的紮實的這種競選策略 我覺得應該是蠻樂觀的 這次一定要進入立法院做我們的立法委員 這樣好不好 好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母雞帶小雞的效應 不斷延燒 而國民黨在換柱之後 也希望借朱立倫來讓選情指跌回生 朱立倫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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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立倫在十月底正式成為國民黨總統參選人後 第一站就來到台中 與八位立委參選人成立競選聯合服務中心 展現母雞帶小雞的決心與氣勢 不過不少國民黨支持者覺得換柱只是沒有讓支持度繼續往下掉 但也沒看到有上升的跡象 參選人則認為也不能全都靠母雞自己也要多努力 還是希望母雞跟小雞可以通力合作 要相互的拉抬 我想也不是只有完全靠母雞 小雞自己本身也要努力 因為每一個選區都有每一個委員自己他在地發揮的一些優勢 還有他經營的基礎 那對國民黨來講 我們當然是希望至少要能夠維持住現階段的一個的情況 那未來的選情我覺得還是審慎樂觀 那我們盡最大的努力 希望至少能夠維持目前的一個情況 台中市八個選區一直都是藍大於綠的局勢 上屆立委選舉國民黨獲得五席 民進黨只有三席 但目前選情呈現五五波 民進黨樂觀地認為有機會會超過一半席次 就要看這三名參選的台中市議員支持度 能不能反映在選票上 而國民黨面對低支持度 不敢失望打下新江山 但能否順利守住現有的五席 參選人也都戰戰進京 記者邱紫飛彭安群台中報導 被外界認為是朱立倫愛將的前 新北市副市長許智堅 涉嫌在兼任都更審議會的主委期間 透過了白手套 多次收受兩家建商送的金條還有現金 價值超過了七百五十萬元 以協助業者取得都更案 那麼今天檢方 依照了貪污罪嫌對許智堅等七名官商提起公訴 曾在朱立倫的市補團隊擔綱重任的前新北市副市長許智堅 被檢調查出涉嫌在兼任都更審議主委職務時 透過白手套收受建商賄賂幫忙護航都更案 二十五號被依貪污罪嫌起訴 負責把關都更案的審議 許智堅卻知法犯法 在嫁女兒的時候收受樂陽建設送的名表和金條 來換取板橋的都更案 另外當保新公司透過中間人找上許智堅 請求幫忙取得新店廣民段的都更案時 許智堅一開口就鎖匯每個月要十一萬 再透過他的哥哥和兒子當人頭帳戶 閃避茶器 時間長達三年 一碰到建商找上門 許智堅就趁機所會 再利用職務幫忙建商成功拿到都更案 多年來收賄超過七百五十萬 他的兒子許智雲和哥哥許智元等人 也成為共犯 遭到起訴 去年六月份 許智堅在朱立倫 宣布連任的第二天就閃遲 當時就被外界懷疑另有隱情 如今他的貪污惡行一一被揭露 必須面對司法審判 記者綜合報導 馬英九總統的節能減碳之旅 今天來到了台積電的中科場 董事長張忠謀在陪同巡視的時候 當面向馬總統提到 他們的投資環境有兩大隱憂 一個是缺電危機 另外一個則是環團的抗議 不過環保團體今天說他們並非針對台積電 而是希望企業能夠多盡一點社會責任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陪著馬總統 巡視台積電中科廠房 不僅介紹廠區 也大談節能政策 兩個人會談時 張忠謀提到國內的投資環境 還是忍不住向馬總統抱怨 強調根流台灣 不過張忠謀點出台灣的投資環境有兩大隱憂 除了後年即將限電 環保團體的抗爭也是一大問題 主要是台積電最近的大渡山擴廠計劃 遭到強烈質疑 台積電也同意提出環保的配套 不過環保團體質疑 台積電擴廠不僅破壞森林 用電量更是高達48億度 環保團體指出 台積電應該評估當地的環境負載量 衍生的廢棄物問題以及用電負載 強調業者不應該把箭頭指向環保團體 經濟的發展也不應該把成本轉嫁到全民身上 而是企業應該負起責任 記者林健森 賴世傑 台中報導 今年台灣經濟成長率能否保一 這個禮拜五主席總處就會公布 不過今天財政部長張盛禾坦言 十一月的出口沒有改善 而且前三個禮拜還是雙位數的衰退 本週五國發會將公布十月景氣對策信號 主席總處也要揭曉今年經濟成長率能否保一 上午財政部長張盛禾在立法院財政委員會直言 十一月的出口沒有改善 而且前三週仍是雙位數的衰退 張盛禾表示原本年底是歐美消費旺季 但在恐怖攻擊後 觀光產業受到衝擊連帶影響台灣的出口 而學者也認為 在全世界風聲鶴唳的情況之下 歐美的消費如果不震 對於台灣明年第一季 甚至明年上半年都會有不利的影響 真的看到好轉的跡象 可能要等到明年第一季 甚至等到明年過完年以後 才會有比較明顯的一個趨勢 其實美國或者是英國 他們都是恐怖攻擊的一個焦點 至於政府推出短期刺激經濟方案就景氣 學者認為效果有限 因為國內服務業仍呈現大幅度的下滑 顯示內需不振 另外陸克來臺人數一到九月呈現零成長 也都有影響 記者綜合報導 一家俄羅斯蘇凱二十四型的戰機 昨天在敘利亞邊界遭到了土耳其擊落 土耳其指控是二國戰機侵略領空 在警告無效之後才採取行動 不過二國則是宣稱 反伊斯蘭國的合作就好像是背後被人捅了一刀 兩國關係陷入緊張 畫面顯示俄羅斯這架蘇凱二十四型戰機 重彈後化成一團火球 迅速墜毀在敘利亞邊界 兩名駕駛員跳傘逃生 落地時遭遇敘利亞反抗軍開槍攻擊 造成一人陣亡令人下落不明 土耳其方面宣稱 當時俄羅斯軍機侵犯領空 在五分鐘內警告十次無效後 才會出動F16戰機僵直擊落 但俄羅斯堅稱 該國飛機正在敘利亞山區 支援地面的敘利亞政府軍 清剿反抗軍 被擊中時 飛行高度在六千公尺 距離土耳其邊界還有一公里遠 俄羅斯總統普廷言辭譴責土耳其是恐怖分子同路人 擊落戰機有如遭到背後暗算 將嚴重傷害兩國關係 俄羅斯隨後出動直升機 搜救跳傘的飛行員 也遭到敘利亞反抗軍的襲擊 一名俄軍因此喪命 北約24號隨即召開會議 呼籲土耳雙方保持冷靜 但支持成員國土耳其 維護領土完整 美國總統歐巴馬則表示 歡迎俄羅斯打擊伊斯蘭國 但土耳其有權捍衛自己的領土領空 土耳雙方應該好好溝通 不應甚高緊張情勢 記者在會面報導 好 土耳兩國的關係緊張呢 今天有國內學者認為 背後的原因並不單純 因為長期以來呢 俄羅斯支持阿塞亞的政權 不過土耳其卻是跟反叛軍靠邊 甚至跟伊斯蘭國的關係曖昧 所以呢 這些複雜的關係 恐怕會削弱了國際反恐力道 在敘利亞內戰中 俄羅斯支持獨裁者阿塞德 土耳其則是與敘利亞 土庫曼族站在同一邊 企圖推翻阿塞德政權 這次土耳其在敘利亞邊界 擊落俄羅斯一架戰機 學者認為這背後原因 不只是侵犯領空這麼簡單 土耳其的目的何在呢 他是想利用這個 IS的武裝力量來打擊這個 阿塞德這個政權 那麼呢 並讓這個極端分子 經由土耳其呢 而提供他提供IS武器和資金 五國前諸俄羅斯代表江淑儀表示 土耳其與IS 伊斯蘭恐怖組織關係曖昧 向來也被懷疑有資金與毒品交易 很可能借IS來打擊阿塞德政權 這次事件中 北約成員國與美國還力挺土耳其 有權力捍衛領空 學者觀察這恐怕會削弱 國際反恐力道 在各國各有各利益的盤算之下 中東議題變得更加複雜 但是學者表示 土耳其和俄羅斯在政治與經濟上 仍有緊密關係 雙方合作態勢 應該不會有太大變化 記者王淑辰 陳辛龍 台北報導 美國政府除了罕見的發出 全球旅遊警示之外 聯邦調查局也向全美 一萬八千個地方警局發出了警告 提醒要小心激進分子 模仿巴黎恐怖攻擊的手法犯案 警方目前已經鎖定了一份數十人的激進分子名單 美國華府中央車站警察警犬四處監視巡邏 紐約下曼哈頓區的反恐演習氣氛逼真 隨著感恩節逼近 美國國土安全部跟聯邦調查局 對全美的警局發出新告示 只受到敘利亞伊斯蘭國恐怖分子的啟發 或者聽命於他們的人 可能會運用類似的武器與技術 發動類似於巴黎恐怖攻擊 但規模略小的事件 全美一萬八千個警局隨即動起來 只要是人潮密集的交通轉運點 或者商業區都加強動員 警方表示目前並沒有掌握到確實可靠的情報 顯示敘利亞的伊斯蘭國組織派人潛入滲透 籌劃向巴黎事件的恐怖攻擊 聯邦調查局擔心的是 境內支持伊斯蘭國的激進人士模仿犯案 目前已經鎖定數十個可疑分子 每個人都受到專家與探員24小時監控 全面防堵年底假期遭到攻擊的風險 記者是會中報導 在各國陸續發生恐怖攻擊事件的同時 阿拉伯之村發源地的北非圖尼西亞 也傳出了炸彈攻擊事件 再有總統警衛隊的巴士 在前往總統府的途中遭到了炸彈攻擊 造成12人死亡 而圖尼西亞全國進入了緊急狀態 30天時事消極 街道上一片混亂警車救護車交雜停號 警方高度戒備 因為圖尼西亞總統車隊剛剛遭到炸彈攻擊 總統隨後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路透社報導 受到攻擊的是負責總統安全的警衛隊 所搭乘的巴士 原本巴士是要開網位在郊區的總統府 卻在莫罕默德武士大道發生爆炸 一名總統府消息人員透露 疑似炸彈客在巴士內 預先放著藏有炸彈的腰帶 隨後引爆了炸彈 造成至少12名警衛死亡 17人受傷 分析家認為圖尼西亞被稱為地中海明珠 是2011年阿拉伯之稱的發源地 因為國內混合歐洲穆斯林跟羅馬多元文化 是歐洲客喜愛的北非熱門景點 每年都會有好幾百萬歐洲人來度假 才會成為恐怖笨子的攻擊目標 在今年3月跟6月也分別在海灘跟博物館發生恐攻事件 超過60人死亡 除了圖尼西亞外 埃及西奈半島北部阿里什市一家飯店 也遭到汽車炸彈攻擊 日本電視台NHK報導 最後還有武裝笨子持槍 背著炸彈闖入飯店攻擊 並且引爆炸彈 由於飯店內住著許多監督埃及議會選舉的法官們 目前已經造成至少7人死亡 8人受傷的慘劇 這次的飯店攻擊 IS相關武裝分子 也隨後在網路上公開承認犯行 表明是針對法官的攻擊 記者 全市透明島 美國國內因為白人警察槍擊有色人種嫌犯 而被外界質疑警方是執法過當 引發了街頭抗爭的事件是史有所聞的 而在去年10月20號當天 一起芝加哥類似的案件 現在檢方以一擊謀殺罪名起訴射案警員 這段有警車行車記錄器拍攝的畫面 可以看到當時走在路當中的拉寬麥唐納 並沒有衝向警車的動作 但仍然遭到畫面左方警員開槍射擊 根據檢警事後調查 37歲的范黛克 在十幾秒內就打光彈架裡十多發子彈 整個過程顯然已經超越執法者該遵守的界限 檢方宣布起訴的幾個小時以後 才遵照法院日前裁定公布案發當時的影片 是不是有意降低民眾的抗議情緒 外界不得而知 不過街頭還是出現抗議人潮 當地政府警方乃至於遭槍擊身亡的麥唐納的家屬 都呼籲民眾保持冷靜 而稍早陪同被告投案的律師 在范黛克被裁定羈押後 不願回答記者問題 但強調法律的無罪推定原則 路透社指出 白人非洲裔和拉丁裔各佔約三分之一的芝加哥地區 近六七年來平均每年有十七件警察執法時 開槍制人與死的案例 也經常引發種族摩擦與街頭抗爭 記者徐家仁報導 美國總統歐巴馬在白宮頒發了自由勳章 這次得獎者總共有十七個人 其中包括了製片 史碧芬 史批駁 還有女性巴巴拉史翠山 以及小提醒家帕爾曼 美國總統歐巴馬二十四號 把象徵平民最高榮譽的自由勳章頒給得獎人 表彰他們在政治 娛樂事業 以及體育界的卓越貢獻 歌手兼演員巴巴拉史翠山 製片史蒂芬 史批駁 都親自出席授勳典禮 其他得獎者還有小提醒兼指揮 為家帕爾曼 拉丁天后伊斯特芬 跟他擔任音樂製作人的先生 NASA第一位飛翼太空科學家凱薩林強森 美國第一任環保署長洛克豪斯 民主黨議員米庫斯基 以及被歐巴馬特別提出來表揚的巨人 對老牌球星 高齡84歲的威利梅斯 他是第一批加入大聯盟的飛翼球員 17位得主有幾名已經過世 包括養鸡隊捕手貝拉 美國第一位飛翼國會女議員 齊澤姆 印第安環保人士佛蘭克 以及日裔民權運動人士忍安靜 記者陳秋梅報導 好 繼續鏡頭回到國內 我們要來看的是高雄馬頭山 要興建掩埋廠 在說明會之後 齊山跟內門的民眾 有正反不同的意見 而反對居民也多次到高雄市政府 來進行抗議 不過就在前天晚上九點鐘 反馬頭山掩埋廠的自救會辦公室 被8名不明人士破壞 而自救會已經在隔天報警了 不過他們強調不會受到恐嚇 改變反對立場 門窗玻璃被砸碎 資料文件散落各處 室內一片狼藉 位於高雄齊山的反馬頭山 掩埋廠自救會辦公室 23號晚間九點多 被8名不明人士砸毀 自救會在24號下午回到辦公室發現後 緊急調出監視器畫面 並報警處理 去調監視器出來看 那發現是前一天晚上九點那邊 那有八個人 有兩個把它撬破的時候 門打開全部就進來 到裡面破壞 破壞然後就迅速離開這樣子 破壞事件發生後 引起不少議論和猜測 自救會認為過去這一代治安 已向良好 可是自從要設置 馬頭山掩埋廠的消息 傳出來之後 社區內部就出現贊成 和反對的不同意見 這半年多來 關於掩埋廠的風風雨雨 和各種耳雨 不斷在地方發酵 因為自從我反了 我出來做這件事情 反對掩埋廠設立之後 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那我們也很 也很懷疑說 很高度的懷疑 是跟這個我們反掩埋廠是有關係的 反馬頭山掩埋廠自救會表示 在警方未破案之前 不宜過度一測 可是這些破壞恐嚇行為 不會改變他們反對掩埋廠的立場 同時間掩埋廠廠廢物處理 業者未表自清 也表示願意提供破案獎金 希望早日破案 記者李慧一辰顯坤高雄報導 台灣風景區呢 最近幾年吹起了天空步道風 像是彰化八卦山的大佛方景區 也打造了一座天空步道 不過呢 因為安全結構的問題 工程師一言再言 目前預定要到明年三月才能夠完工 而且以後打散收費 彰化八卦山的天空步道 原本預計今年三月啟用 但縣政府卻發現承包廠商 自行變更設計 啟用時間延到年底 但現在又因為安全性問題 台灣省結構技師公會審查未通過 現在必須再次變更設計 其實它整個結構都已經完成 但是我們通常在查印過程中 發現它這個鋪面格柵部分 廠商有沒有暗圖施工一個狀況 那我們深究的結果 發現原來的設計 是有點狀況 彰化縣府為了強化八卦山大佛風景區的觀光價值 仿效南投縣 打造一條長約一公里 造價將近八千萬元的天空步道 預計最快明年三月能完工 未來開放後打算收費 但有民眾認為不值得付費參觀 花那麼多錢 可是如果蓋出來是不值得大家去欣賞的話 我就覺得沒有到要去收費的地步 因為我是外地人嘛 所以我想說來這種地方看看這種景觀 因為我覺得風景是無價的 所以如果要花點錢是還好 決定收費引發正反兩面的看法 不過彰化縣府仍有信心 另外目前已經著手推動文創駐點計畫 也將整合當地的攤販 進行統一管理 希望能為八卦山第一名的觀光 帶來新奇蹟 記者 球子培彭萬群 彰化報導 高雄市的登革熱防疫工作 從今天開始有了重大的改變 過去只要是有確定病例 都要進行全區的噴藥消毒 不過從今天開始噴藥消毒的地方 只會在確定病例的家中 至於左鄰右舍 只是要進行資深員的檢查 防治登革熱不能停 今年入下後的高雄市 每天都在噴藥 可是頻繁的除蚊工作 不只衛生單位疲於奔命 市民也被搞得沒辦法正常生活 為了減輕民怨建立市民的自主管理 高雄市從十一月二十五號開始 先在鄰雅區二十二里 三明區七里 事辦強制自清工作 過去只要有確診個案 會在個案住宿往外擴大 五十公尺以上範圍全區噴藥 不過現在改成只有個案家中噴藥 左鄰右舍以清除資深員為主 但一旦發現有解決之聲 民眾就會被開罰三千元 事實上登革熱是環境病 所以每個家庭自我管理是非常重要 就是你讓 怎麼讓你的房子裡面 不要有蚊子跑進去屋內 這隻藥物是陽性的 除了開罰之外 我們四天後還是要再回來檢查 那如果還有 對不起 還是開罰 到二十五號為止 登革熱疫情還是很嚴峻 入下以來 全國本土病例已經有三萬七千七百二十例 其中高雄市貢獻了一萬四千四百一十八例 直逼去年的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九例 而且二十四號這一天 還有四百六十六例 打破單日新高紀錄 高雄市衛生局強調 這個做法來自新加坡經驗 只要未來民眾不養蚊子 政府就能不噴藥 記者理會一程顯坤高雄報導 產業外勞 竟然變成了公司總經理的家庭幫佣 原太科技的總經理李正浩 被指控濫用職權 將公司聘用的三名產業外勞 被指派到家裡來當幫佣 明顯違法 遭到了台北市勞動局開法 坐落在台北市中正區的一品院 裡頭住著許多政商名流 但台北市勞動局卻接獲申訴 表示原太科技公司總經理李正浩 濫用職權 把產業勞工帶到一品院 變成家庭幫佣 這個科技公司的總經理 把他的外勞 就是直接指派到他家裡面 去從事幫佣的工作 我要申請幫佣 我要行什麼樣的途徑 那相關法令規定的資格 都有做限制 也就是說 你不能夠把產工當所謂的幫佣用 原太科技公司 引進51名產業外勞 但總經理李正浩 卻指示幾名外勞 到位在台北市的一品院住處當幫佣 三年間陸續調派三人 到李家以及岳父 永鋒金控董事長何壽川家 而這段期間 勞工薪資由公司給付 只有假日加班費才由他支付 產業外勞被私自挪用為家庭幫佣 已經違反就業服務法 他要用國家的經濟發展之名 引進的產業勞工 他用自己的權勢 他用自己的職務 調度廠工變家庸 我要講的是一個住在一品院 一戶兩億三億的這種 有錢有勢的人 他請不起台灣的管家嗎 勞動局計出罪重罰 源泰科技和李正浩各罰75萬元 仲介6萬元罰還 同時李正浩也依刑法背信罪送遞檢署 何壽川部分由於法令只針對雇主 因此沒有罰則 而下午李正浩也發表聲明 針對這件事情鄭重道歉 並配合勞動法規接受裁罰 每年春節為期一個月的春安工作 幾名合作包括在治安交通和衛民服務等 很多個項目上都會加強宣導和執行 但是台北市長柯文哲 已經要求台北市警局向警政署溝通 停辦春安工作 並且刪減巡守隊七百萬元的 未到禮盒的預算 治安是每一天的事 應該把它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沒有必要說春安的時候特別算績效 最近我有跟那個手上相助隊去頒獎 聽起來我倒覺得 比方說是不是要買保險 買什麼這種設備 這比較長期性的動作 我不是說 花幾塊壓刷 回照 洗髮精給你 我覺得那有什麼意義 柯文哲認為治安工作是每天該做的事 不應該在特別一段時間內來拼績效 也讓基層遠景回歸常態性的工作 警政署在與地方政府討論之後 決定台北市原來執行的十六項春安工作項目 簡化為十項 在106年的預算裡面 已經列入常態化 未來希望朝這個重點就是 地區特性按照各縣市政府的需求 規劃重點的項目來做執行 明年的出安工作仍舊有 只是項目簡化 行政署長陳國恩表示 未來會依照各地區特性 及各地縣市政府需求進行檢討 規劃重點項目來執行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新北市一家已經被停業的藥廠 疑似假借製造感冒藥的名義 非法購買了一種管制原料 假麻黃素 數量高達了150公斤 由於這種原料可以用來提煉安非他命 所以警方懷疑業者有不法意圖 當場逮人 警方進入藥廠看到地下擺著一桶桶的化學原料 裡頭裝的白色粉末是用來能夠製造安非他命的原料 假麻黃素 數量高達150公斤 全部遭到查扣 這個假麻黃素150公斤可以製成90公斤的安非他命的成品 那麼市價大概在2700萬到3000萬之間 屬於管制原料的假麻黃素 不只能夠提煉毒品 早期也是製造感冒藥的原料 但警方查出這家藥廠在今年1月份 因為沒有通過國際醫藥品機查協約組織的認證制度 已經遭到停業 卻還非法購買管制原料 行為可疑 儘管業者公稱買來的原料 是要轉賣給其他製藥的廠商 但沒有執照 卻購買管制原料就是違法 警方除了逮捕負責人道案 也將進一步釐清是否有涉嫌違反毒品防治法的犯行 記者 蔡桂林 蔡龍祥 台北報導 乳癌復發轉移呢 風險高 目前的乳癌的五年存活率有八成七左右 不過呢 還是有不少的早期患者面臨到了復發轉移的問題 根據臨床統計發現 每四個人就有一人在治療成功之後 又出現了復發 今年六十二歲的石女士四年前被診斷罹患二期乳癌核 並淋巴轉移 她接受化療 放療及標靶一連串的治療 沒想到兩年後還是再度復發 而且還是同一側的乳房讓她相當震驚 台灣每年新增一千一百多名乳癌的患者 兩成確診時病情已經轉移 醫生表示目前乳癌五年平均存活率達87.2% 但每四名早期患者中 就有一人在治療成功後的五年到十年 面臨復發轉移的衝擊 由於轉移性乳癌是終生的 因此醫師認為 治療目標需要專注在疾病控制 以及提供病人最佳的生活品質 而且研究也顯示 復發的恐懼會造成癌症患者 憂鬱且降低生活品質 其中又以較年輕 已婚或有小孩的患者恐懼程度較高 所以病患在對抗乳癌的同時 周遭親友的支持以及癌有自助一樣重要 記者委員劉漢林台北報導 行政院推出了住宿飯店最高補助一千元的優惠 上個禮拜五因為電腦大當機 交通部當天就宣布把補助名額增加到23萬人 到目前為止還有7萬多個優惠名額 不過有些業者反映說 申請補助的流程實在是太複雜了 所以目前已經有70家要求退出活動 觀光局的旅遊補助網站 歷經上週五大當機後 連日來運作都還算順利 到現在還有7萬多個名額可以申請 但業者端遇到的問題還不少 登陸系統太複雜 這幾天是邊用邊改 還有團體客能不能折抵 業者也大傷腦筋 像我們這一團它是還沒有付錢 那看如果旅行社那端已經給錢的話 那我們付給旅行社之後 飯店端退給消費者 不只團體客得一個一個核銷序號 來自訂房網站的預訂 也得要到收據才能補助 而且這些全都是原本已經訂房的旅客 額外創造的客員其實有限 如果說這個美意能夠在淡季的時候 那對業者對主題的人 是不是有更好的效果出來 除了質疑刺激消費的效果 業者也表示最高1000元的優惠 目前是由業者代電 什麼時候才可以跟觀光局申請 也還沒公布 從12月10號開始就可以開始清款 下載倒標 然後搭配那個收據發票銀本 就可以清款 觀光局表示這些執行的細節 在上路前都已經跟業者溝通 可能過於倉促 業者無法全盤了解 而從週六到目前為止 雖然有70家民宿飯店要求退出活動 但也另外有300家業者要求加入 記者林正午郭俊玲台北報導 大巨蛋能否復工陷入的僵局 今天有週刊報導指出 台北市政府已經在11月中旬 跟中信高層接觸 洽談中信入竹遠雄的可能性 而且還嚴拟由菇仲亮以個人名義 入股遠雄巨蛋公司 不過今天柯文哲出面否認 而遠雄則是強調 如果市政府跟任何企業接觸 就是黑箱作業 中信接手兄弟相之後 年初已經宣布任養台中洲際球場 過去這段時間卻沒打消 把台北當成主場的念頭 但天母新莊球場限制多 董事長菇仲亮曾親自 對台北市長柯文哲抱怨 新莊球場跟天母球場很難用 他說什麼加油不能太大聲 10點以後不能用 他有小小的complain 菇仲亮提了台北球場很難打 再無下文 如今卻有週刊報導 菇仲亮想打造大巨蛋為主場 已經透過集團評估接手可能性 而這也能為大巨蛋的僵局解套 但市長柯文哲說他一無所知 如果有任何意見的話 比方說警告問題 他應該是盡速來提出一個 提出提出意見 提出那個申請案 那透過審查來解決問題 市府高層沒和中信高層見面 中信經也回應一無所惜 遠雄則強調沒跟任何企業接觸 假如市府對工程有疑慮 就該見價買回 該在的問題我想也都還沒有獲得解決 那如果說有這樣的動作的話 那是不是也會輪於所謂的黑箱作業 那麼跟市政府所標榜的公開跟透明 應該也是有所違背的 大巨蛋停工半年僵局無解 如今傳出中信入主大巨蛋消息 三方都否認市府遠雄回應也沒改變 繼續角力 記者綜合報導 最近針對長照法的經費來源 還有服務量都有不少的討論 那麼今天家庭照顧關懷總會 舉行的記者會表示 服務供需量才是裁員的關鍵重點 不過現在政府都只從醫療思維來出發 讓整個長照資源嚴重失焦 身材秀小67歲的阿美姐一個人 不僅要照顧中風多年現在已經73歲的先生 還要照顧高齡的母親跟癌末的妹妹 照顧的重帶壓得他喘不過氣 自己都快垮了 同樣照顧中風十多年的先生 跟父母都失智的黃姐 這一路走來也是苦不堪言 他說最近幾年居家照顧喘息服務 或是富康巴士是越來越難申請 沒有辦法派人出來 因為就沒有那麼多居服員 雖然近幾年來 關於長期照顧的討論越來越多 不過根據民間團體的調查 長照的經費一年約45億 全台約有47萬的失能老人 平均每人每個月只能分配到802元 一個照護服務員平均要服務 17位失能老人 一個社工員要服務135位 專業人力嚴重失衡 長照機構床位數各縣市差異也大 全國平均是不足 宜蘭是過剩 但台北市卻是2.2個老人要搶一床 想盡長照機構的失能老人得排隊等待 陳振芬說可能是因為台北的定價貴 造成小型的長照機構不敷成本紛紛關門 外籍看護工的需求節節上升 社區跟居家的服務量也有嚴重不足 雖然每個月可以申請90個小時 但政府無法滿足需求 讓許多照顧者無法喘息 他們呼籲政府應該以服務的提供量 來思考裁員的訂定 否則長照政策將會嚴重失交 記者陳舒均 吳家寶 台北報導 不受巴黎恐怖攻擊的影響 今年世界青少年桌球錦標賽 這個禮拜天如期在法國開打 不過桌球協會今天決定 因為安全因素還有日本跟韓國也棄賽 所以台灣今年不參加 專為成人舉辦的全國桌球錦標賽 不少優秀的青少年選手來吸取經驗 海山高中學生蔡存佑 是今年世界青少年錦標賽的國手之一 原本寄望能在法國的比賽好好發揮 可是桌球協會25號上午確定棄賽 不能去比賽選手們感到失望 國手蔡玉琴的爸爸替女兒抱不平 也質疑桌協沒問過所有人意見 選手和家長的心情桌協說能體會 但安全還是最重要考量 加上日本韓國也放棄才做出決定 每次比賽一人80萬補助怎麼辦 桌協與漢體育署協調未來還是用在這些選手 而升學資格也會補開證明 他這個資格取得是可以保留兩年 所以是沒有影響 原本家長寄望還有翻盤機會 但協會和體育署定調安全大於其他考量 畢竟如果真的出事 責任誰敢擔 紀人小惠神知名 溫家凱 台北華聯報導 有滑板阿甘之稱的吳孟隆 是台灣24小時連續滑板行進的紀錄保持人 昨天他再度挑戰自我 從南童埔里一路滑到了仁愛鄉 海拔超過3000公尺的吳嶺 一共花了13個小時再度創下世界紀錄 滑板阿甘吳孟隆腳踩著踏板 一步一步登上觀景台 最後他成為用滑板登上吳嶺的第一人 也打破金式世界紀錄 最後一間 我的身體不是我的 就是只有憑意志力 然後到最後 後來我覺得我快要昏倒了 雖然筋疲力竭 幾乎連站都快沒力氣 不過他用滑板登上海拔 3275公尺的屋嶺 寫下新的世界紀錄 也成功挑戰自己 而回顧整個過程 可是盡耐力的最大挑戰 一二一 痠了換腳 一二一 吳孟隆23號凌晨 從南投埔里的地理中心被出發 一路往南投仁愛鄉前進 沿途風景美麗 不過他五星欣賞 因為用滑板登高山 是一個大挑戰 我們已經溜了即將快8個小時 然後進入最後的10公里 現在小龍真的蠻累的 我們繼續幫他加油 一路上吳孟隆得在縮減的道路上 和大車搶到 還得克服體力耗盡 膝蓋疼痛以及高山症 讓他因此倒下兩次 而整個路程最艱辛的 是昆陽道五頂的坡段 坡度達到50度 吳孟隆靠著意志力撐下去 不只寫下新的世界紀錄 也用全新的方式 認識台灣這塊土地的美 季爾林健身賴士捷 南投報導 各位觀眾朋友晚安 今天主要是受到 東北季風增強的影響 所以就是在北部地區 宜蘭花蓮地區 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溫度方面也稍微比較偏涼 至於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天氣 主要是受到整個大陸高壓系統 逐漸往東南移 所以今天晚上開始受到 冷空氣南下的影響 在中部以北跟宜蘭地區的低溫 有機會下降到20度以下 至於其他地區的低溫 也只有21到23度 至於明天的天氣 整個冷空氣是更強了 所以北台灣一整天的白天高溫 只有18到21度 中部跟花東地區 跟今天白天的高溫相比 也略降大概3到4度 至於南部地區白天的溫度 比較不受影響 不過這一波大陸冷氣團 最冷的時間點 是落在明天的晚上 到後天清晨這一段時間 尤其是在北台灣地區的低溫 空礦地區有機會下降到13、14度 其他地區的低溫 也只有15至17度 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別注意保暖 不過由於這一波的冷空氣 是屬於比較乾冷的 所以明天白天各地 大致都是多雲到晴的天氣 只有在淫風面的東半部地區 跟北部山區 有一些零星的短暫降雨 以上資料是由中央氣象局提供 好 接下來看明天各地的詳細氣溫 北部地區最低溫15度 最高溫20度 南部地區最低溫15度 最高溫23度 東部地區最低溫15度 最高溫23度 一起來看空指標 北部竹苗中部還有雲嘉南 更高屏地區都是普通級 另外看到宜蘭花東 馬祖金門 澎湖也是普通級 以上是今天公視晚間新聞 感謝你今晚的收看 我是洪惠竹 祝您晚安 我們明天見 北部地區 蒜湖 不知了 北部地區 中共 北部地區 我們邀請你 IS伊斯蘭國發布最新影片 指出將針對反IS的國家抗戰 影片中出現中華民國的國旗 把台灣列為名單之一 馬總統呼籲國人不必恐慌 俄羅斯蘇凱24戰機 遭到土耳其F16擊落 俄羅斯總統普丁憤怒表示 遭到恐怖分子同路人背後暗算 高度複雜的IS跟敘利亞問題 再加上俄羅斯跟土耳其的衝突 國際局勢將有什麼重大變化 今晚8點有話好說深入分析 萬惡高談時 周日早上10點就在公視頻道 2016公視寒假遊戲本來囉 小朋友你留意過每天的天氣嗎 為什麼有時候天氣突然會出現高溫 或是超大豪雨劇烈的變化呢 你可曾想過氣候和生活的關係呢 破解氣候密碼遊戲本 要帶你解開關於氣候的疑惑 融合趣味科學和動手實作 讓國小中高年級的學童 享受學習的樂趣 聰明的老師和家長 趕快上故事網站申請喔 我真的覺得自己超廢 超沒用的 我媽放棄我了 我媽也想不起我了 我聽說你連高中都沒有念畢業 所以我會去找一個家教老師 之前你要我應徵你媽找到家教 我已經夠興趣了 現在還要我去見你媽 年輕人 年輕人不錯 像你這種肌肉 就是古時候人家講的練舞奇才 你確定不用訂個床嗎 如果我是你 根本就沒有臉來教室了好嗎 你是不是我懂了沒有 怎麼樣 今天晚上要不要去我家吃完飯 你們在一起了 對啊